中国女排作为中国三大球唯一的一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队伍,承载着中国三大球体育迷的希望和寄托。 所以说,距离着巴黎奥运会已经越来越近之际,中国女排的球迷也都希望球队可以在蔡冰的带领下回归巅峰,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重新站上冠军领奖台,去打造一个属于中国女排的新王朝。 这也将是中国三大球队伍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唯一一支具备争冠可能的队伍。 但是,就目前的中国女排人员配置来看,李盈盈单和带队的压力很大,需要朱婷回归解决球队关键时刻进攻得分点单一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女排能够有两个稳定的得分输出点,中国女排将会如虎添翼,但是如果说只依靠李盈一个人的话,则是有些形单影之男友太大作为。 因此,大家也都期盼着中国女排能够在接下来尽早赢回一个巅峰状态的朱婷。 本赛季,朱婷在一甲的状态也是渐入佳境。 当然对于朱婷来说,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代表中国女排出战国际比赛,这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 朱婷需要找回自信,不仅仅是在球场上的状态,更多的还有一些心理层面的自信心和气势,需要把当年在赛场上的威风八面找回来。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未来的中国女排整体战斗力实现紧喷。 这也是所有中国女排球迷最大的期待,而这需要有更高部门对于朱婷的认可才可以。 而就在近日,朱婷迎来了自己的29岁生日。 生日这一天,国际牌联正式官宣摊牌,为中国女排的这位世界级球星送上生日祝福。 国际牌联写道,朱婷,生日快乐。 这位中国巨星今天又迎来了新的遗岁,能够获得国际牌联如此高规格的盛赞,并且称朱婷是中国巨星,也让朱婷懂得了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和担当。 未来还需要率领中国女排站上更高的领奖台,才能够诠释一个中国巨星应有的价值。 所以说,相信这次国际牌联的高规格,生日祝福到来之后,一定可以激发出朱婷的自信心和为中国女排而战的决心。 这无疑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我们要祝贺中国女排,祝贺蔡斌。 朱婷传来的这个喜讯将暗示着中国女排的王朝即将到来。 我们也共同期待朱婷在本赛季的一甲和欧冠联赛中不断创造和实现价值。 明年带着世界顶级主攻的状态率中国女排重返巅峰。